就在加薩 等待從埃及端 人道物資進入之際 以色列十九號再度發動了空襲 造成十二死 八十多傷 而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也續是待發 準備進攻 加薩走廊南部甘尤尼斯市納瑟 醫院外 突然傳出爆炸聲響 沒多久在這傷壞的救護車抵達 受傷小女孩飽受驚嚇 小卡車即使到院外 孩童已經失去意識 一戶大家庭分住樓上樓下 同時失去六個嬰兒 以色列無情轟炸 報復哈馬斯近兩週前 在以國南部發動的毀滅性攻擊 甘尤尼斯市是巴勒斯坦人 被要求避難的地區 手無寸鐵的嬰兒孩童 成為犧牲品 數十名傷者送到醫院 由於醫療資源完全不夠 也沒有電 醫生只能用手機的手電筒 照明為病患動手術 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十九號 從加薩及黎巴嫩 朝以色列發射火箭袋 以色列佔領的西岸也出現緊張局勢 當天異國防長在加薩邊境 對步兵講話 埃及跟以色列 目前仍舊醫院能源送入加薩問題 談判中 以色列表示 哈馬斯曾從聯合國設施中偷竊燃油 要保證不再發生 根據埃及媒體報導 第一批援助物資卡車 將於二十號入境 公視新聞黃韻林變異